看到台南市永康区凌晨发生了一起严重车祸 一辆黑色轿车疑似因为酒驾 过弯时没有减速 失控直接冲撞了对象车道的白色轿车 人员拿出了破坏工具 希望能赶紧救出卡在车内的驾驶 接着再把表情痛苦的伤患一一抬上救护车 由于撞击力道真的相当的猛烈 车体的板筋严重扭曲 挡风玻璃更是整片碎裂 车身几乎全毁撞击力道 可见真的相当的猛烈 现场可以看到玻璃碎片车体零件散落一地 造成车上六名乘客送丧收衣 原来这起车祸发生在15号凌晨 一部黑色的轿车在行津台南市永康区大湾路的时候 疑似是酒驾在过弯时完全没有减速 失控冲撞了对象的白色轿车 受伤的六名乘客中其中年纪最小的只有三岁 受伤后表情相貌痛苦 幸好紧急送医后没有大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